在這棵裝飾典雅的人造聖誕樹中 令人驚訝地出現了一個鳥窩 窩裡還有兩隻尚未張開眼睛的雛鳥 正飢餓地張著嘴巴等待餵食 在巴西南部有一戶人家 聖誕節期間在自家客廳擺設聖誕樹 但沒想到卻因此吸引了鳥兒前來 不但在樹上竹窩敷彈 還付出了兩隻可愛的小鳥 女主人利布拉加表示 她今年是以鳥為主題來裝飾聖誕樹 但因此吸引鳥兒來作窩 是完全在意料之外 自從鳥兒來到家中 利布拉加和家人開始注意 隨時保持門窗的開放 好讓鳥兒自由進出 利布拉加認為 鳥兒的出現帶來了聖誕的訊息 這棵樹的祖誕樹 意料到聖誕樹的祖誕樹 祖誕樹的祖誕樹 祖誕樹的祖誕樹 祖誕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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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雖然鳥兒遲早有一天會離開 但鳥兒的出現已帶給利布拉加一家人 滿滿的喜悅 祖誕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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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誕樹